怎么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撰写个人英文的简介呢 这个是对大家非常有用的工具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个人的英文简介 比如说你在各大社交媒体上 特别是海外社交媒体 就拿Cora来讲 我们之前有个Cora的教程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有个一段话的英文简介 但是呢 这种简介其实大家就可以写的不太生动 有时候特别是LinkedIn LinkedIn上也是有一些一段话的英文简介嘛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用Cora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 可以帮你把你的这个简介体验的出来 更加好 当然因为我这个其实写的就当时是比较匆忙 正好我要重新写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JOSP AI的工具中 这工具在我们优化出来 官网这地方是可以免费试用的 点进去看一下就好了 在这工具中呢有一个模块叫做 Personal Bio 就是点进去看一下 这模块非常有用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怎么写 首先呢 我这里写了 那名字 58年经验 其实58年对 然后呢 懂得谷歌SEO 这是我嘛 Jack Chiu 然后8年 然后呢 也懂得Tiktok 嗯 这我随便选的啊 然后呢 也帮助了很多客户做这市场营销的事情 这是我以前简单履历 然后呢 这个其他地方不改 然后 我直接点进生成 我看一下 这是我以前基础的信息 看JOSP AI 会帮我写成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简介啊 你看到 Jack Chiu has been working with Waterpress for over 8 years 没错 He has an expertise in Google and Google Ads 这个不错 has expertise这个词 嗯 As well as TikTok He have many clients in their digital money 这一个就写得很中规中矩 然后往下看 Jack Chiu is an excellent waterpress developer In the previous over 8 years of experience He has a strong growth of Google SEO and Google Ads 嗯 还可以 And especially skilled 哇 especially skilled 没有那么夸张 In TikTok marketing 这个有点太 哎呀 太 太夸大了 He has had many clients achieve success 哇 achieve success 这个词真的写得很好 你看我这里只是说 我帮 我帮助客户 他在讲 achieve success 就真的是补充了 In their digital marketing campaigns 嗯 你看没有 然后 第三段是 He hopes to continue helping people achieve successful to digital marketing 哇 这真的写得不错 那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用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叫Sara 然后呢 他是 Vabit Designer 然后 Good at FollowShot 和AI 就很简单 然后呢 在这些啊 三年的网页设计 经验 就 ASP R I 这是我们很多啊 人 就是 写出来的一些状态 然后呢 因为他们就写 我们英语很很一般嘛 那英语水平都一般 所以写出来就比较干巴巴 比较枯燥 我们看一下用Jusper AI 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 是能够生成什么样的一个描述啊 你看到 Sara is a website with three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website designer 对 he is skilled in photo show and illustrator 你看他这个直接把PS 和AI直接翻译过来了 and has a talent for creating beautiful user-friendly website 他非常有天赋来创建漂亮的 用户体验友好的网站 哇 这个他什么时候 他就给予这一句话 就说出这个花是太棒了 人工智能 可是他太会吹嘘你了 Sara loves to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is always up for challenges Sara总是喜欢学新东西 而且总是面 喜欢面对新的挑战 when she is not designing beautiful website he enjoys spending time with her family and friends 当他没有在设计网站的时候 他喜欢跟家人多带 朋友和朋友多相处 这个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然后当然为什么会有 每个人都有这句话 其实因为你给的信息比较少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这里 其实说出来的话 就非常生动 我们可以随便选一段话 复制到你们 各大社交媒体上面就可以了 所以用Trust Player 这个工具呢 是可以帮你写出一段 非常 怎么讲 引人入胜的 非常生动的个人描述 当然前提是 你要给出更多信息 不然他会给你 写出一些不精准的东西 那好 如果是你想用Trust Player 这工具的话呢 可以帮我们又拍出来 官网这地方有一个智能型工具 去用一下就OK了吧 免费的 好的 关注又拍出来 我们继续聊点这个黑科技